昨天一个长辈说 哎呀,过年热热闹闹得真好 还是一家人的饭好做 一个人的饭呢,真的不好做 每天都不知道吃点啥 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番茄紫菜蛋花汤就是不错的选择 大家好,我是豆豆 关注我,分享我会做的每道家常美食 每餐不同样哦 紫菜用清水给它泡发一下 两个清洗干净的番茄给它切小丁 装入碗中备用 大葱切葱花,老姜切片 这个时候紫菜也泡发好了 用手把水分挤干,放到一旁 一点香菜给它切碎 青菜叶也准备一点 食材就准备完毕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把葱姜倒入锅内,炒出香味来 然后倒入番茄丁翻炒 倒入一勺的白糖调味 兑入一勺的生抽酱油翻炒翻炒 把番茄炒出酱汁来 加入一碗清水,大火煮沸 煮水的时候 咱们来搅拌一点面粉和淀粉的面糊 沸腾之后 把这个面糊倒入锅内 搅拌均匀 等它再次沸腾了 咱们加入适量的胡椒粉和食盐 丢入紫菜搅拌均匀 炖煮上三分钟 然后倒入一些小虾米 再倒入青菜断生 然后把搅好的鸡蛋液倒入锅内 勺子可以来回地搅拌 防止粘锅 最后丢入香菜叶搅拌均匀 就可以盛入碗中开吃了 这碗汤鲜香味美 再就上一个白面膜 这一顿饭算是解决了 喜欢豆豆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分享起来 豆豆也离不开您的鼓励和赞许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